警方在旺角多個地點 進行代號觀浪者的反罪惡和掃黃行動 搜查過多間紙壓中心 總共拘捕了35男、14女 年齡介乎20至59歲 其中在洗衣街一間紙壓中心 就拘捕了多個內地女子 她們事不違反逗留條件 又探員壓上警車 之後再交由入警署跟進 而當中被捕的男人 就事不經營賣淫場所、販毒 自清三合會會員和洗黑展等罪行 警方西九龍總區刑事部 聯同機動部隊和入警處人員 展開這項掃黃行動 搜查過往過多個地點 行動中又檢獲了12萬元現金 500克大麻花和120克可卡印 黑市價值大約22萬4千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